接下來 下一題 下一題就是我們前面至少講的所謂的混合 上一段學的就是熱水跟冷水混合 現在學的就是銅塊、鐵塊、金塊 丟到什麼水裡面、油裡面的混合 就是會有不同的比熱 決熱杯的意思就是 熱量沒有進出 所以沒有所謂的散熱問題 20度C200克的水 然後有100度C100克的鐵塊丟下去 請問你最後的水溫多少 告訴你鐵的比熱 好老師說過了 這兩個東西放在一起就是從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響起 最後就變成一杯溫水 這告訴我兩路相接觸最後必達 熱平衡 溫度會一樣 為什麼會熱平衡?因為熱量會轉移 熱量會從高溫轉到低溫 所以有人會吸熱 有人會放熱 那我們的關心室叫做 二關心室叫做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那怎麼樣去算熱勒? 怎麼算熱勒? 那目前公式叫做 H等於MS ΔT 那因為我們的ΔT 目前用高溫減低溫 所以你要知道誰吸熱誰放熱 當然是高溫的會放熱 低溫的會吸熱 然後最後變成溫度 所以我們就列個等式 我們就列個等式 好 左邊跟右邊 左邊呢就是我們現在呢 是鐵塊會是放熱的 因為它的溫度呢100度 所以MSΔT 質量100 比熱0.113ΔT 高溫減低溫 原來100 最後T度是-T 等於放熱會等於吸熱 誰吸熱呢?200克的水吸熱 所以MSΔT 200質量比熱是1ΔT 本來20度變成升到低度 高溫減低溫T-20 所以那沒有散熱問題 所以這次散熱會等於 吸熱 那就把數學撕裂完了 老化一句米化結束 封面叫做數學 對不起 消掉 100-200消掉變成2 然後呢再乘一層 一項 所以大概 大概是24.28 大概算就好 因為這個沒有整除 所以我們答案就會選B 好 觀念就是 跟計算有關的觀念就是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 散熱 大部分的體物都沒有散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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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變成放熱會等於吸熱 有沒有散熱的關係 加上就好 然後呢 問題是怎麼樣算熱 目前的公式叫做H等於 MSΔT 好 找到了 中心 往裡面塞 左邊等於右邊 放熱等於吸熱 答案就算出來了 OK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那就換你們了 來 恆溫箱的意思就是溫度不會變 所以那個溫 那個溫度就會保持固定 所以那個鋁塊放10分鐘之後 鋁塊的溫度就是恆溫箱的溫度了 然後呢把它丟到一個200毫升 20呼吸的水中 到末溫面的32度 我改變 一公克的水 鋁度 一公克的鋁 升高一度 需要0.2 這告訴我什麼 一公克的鋁 升高一度 需要陰陽卡 叫做什麼 告訴我鼻熱 鼻熱叫做什麼 0.2 那請問你恆溫箱的溫度 恆溫箱的溫度 就是鋁塊的溫度 所以女伴出溫不曉得 末溫是32 然後呢 她會放熱 因為她的溫度下降 20度下降 30度下降 30度下降 7度 請問你多少 帥哥美女 請坐 請坐 請上來寫 上來寫 ok 好 14號 不在 自由生 8號 26號 34號 34號 34號也不在嗎 22號 8號 26號 22號 上來 浮池 一小型 2號 3號 3號 5號 3號 3號 4號 3號 2號 差點 20號 1號 1號 2號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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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 2號 小朋友,你又這樣子,你跟我寫計算式 沒有做一次 你沒有計算式,還怎麼出來的 你現在心裡算也有計算式啊 聽感覺,聽感覺耶 耶,公平看 今天在什麼表演 這這段子 今天在我們表演的表演 好厲害,我知道算式了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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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没法我自己做 是不是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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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第一个 没感觉 第一个 你刚才是来的吧 你怎么可能没有 你就算是用心算 心里也有计算过程 那你就告诉你上天起拍 答一下说要出吗 刚才是开心 对啊 你刚才写140 啊 140 错了 所以哪有什么 哪有什么都没有计算是这回事啊 你上次来上次的问题是这样 你少来 对对对 152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 哎呀 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很好 你好 你解课了练习 你解课了练习 你解课了练习